我們這集的《演後評》請來私行的Edison來跟我們分享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也是一個小說的改編 我自己因為不在香港就看不到 《三少爺的劍》是《進念二十面體》的製作 《進念二十面體》 剛剛我也有機會參與聯合衛術總監榮念生的八十大獸的預演 所以這個劇團本身也有很強實驗的背景 所以這個作品其實我聽起來也很有實驗的意味 因為為什麼《進念二十面體》會做一個古龍的小說呢? 事實上他們近年也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都是跟一些文學或小說的改編有關的 例如剛剛也改編了本地的一個推理小說的作家陳浩基的作品 但大家對於這種小說的改編可能也是有期待的 因為正如私行也是因為古龍從小就看他 所以也很期待究竟今次這個作品在《進念》實驗的手上 到底會是怎樣的一個呈現 那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這個作品本身是用一個什麼的方式 一個形式去到在觀眾面前呈現的呢?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的,其實一點背景先吧 最吸引我進去看兩個元素的 第一就是胡茵威將他界定了這套《音樂畫劇》 這套《音樂畫劇》 這套《音樂畫劇》是甚麼? 音樂劇可能大家都知道 音樂劇場都見過 那《音樂畫劇》是甚麼一回事呢? 引起我興趣 二來《古龍》就是陪伴我初中的小說 所以我也看了他很多的作品 包括《三十年的劍》 雖然現在的內容很細節 也不太記得 但是也叫做童年回憶 所以吸引我進去看 進去看可以說是完全突破我想像的 首先就是他那個呈現的手法 我覺得是介乎一個戲劇和一個獨劇的狀態 因為我以前也看過胡茵威的一些改編的文學作品 以前他有做了張外寧的那些 那些都是一個戲劇 有一個完整的Storyline 但是這個呢 他就是用第二個形式 他的故事呢 他其實可以說是剪開了 一段段段落 他抽了七個重要的角色 然後就講他們每個角色 就是個別角色一些有關聯的事件 講出來 而很多時候呢 他是像獨劇一樣 其實真的 走出來 講完那件事 包括一些人物的背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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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來龍去脈 甚至有時候 說某個角色 其實他是有一些陰謀在背後的 那其實都 有時候是個角色 說出來 而不是 做一些 有 鼓勵呈現出來的 那所以呢 那些 表演上 很靠 那些 角色的人 扮演那些 角色的人的 語氣 嗯 因為他的 那些 不是說真的非常之強 那所以 他怎樣去 又或者 他那些 沒有一些 對白 或者沒有一些 行動 去呈現自己 那個狀態 嗯 那所以 那些角色 怎樣去 練對白 其實那個 那個 是很吃重 那當然 另一件事就是 那個音樂 那 何謂音樂畫劇呢 那 其實 我覺得自己想多了 就是 其實就是 搞不搞 就會有些歌仔唱 是 那不是說 是一個 我覺得 另外有少少想起 以前在正念 東東西宮 他可能是 講完一段話 然後就會有 一首歌 去 那一部分 這樣 那 這個 這個呈現的方式 我覺得都 都很不耐用 或者很好 進念的做法 嗯 因為聽起來 我們都有一些 劇場的 比較 不同的 形式的演繹 都未必一定要 有可能 是 角色之間的交流 或者甚至有時候 可能 想像 剛才私行分享的 就是 可能有些時候 需要透過一些 第三身的序事 或者一個比較 抽離的序事 去到 跟那個 所謂角色之間 有一些 對話 甚至可能 有些時候 可能是一種 美學的策略呢 是去將故事 再拆解的 但是聽起來 似乎是 他這個策略 又呼應著 那個音樂的 一些 配合 又好像聽起來 不是完全 是有一個 這樣的 方式去到 切入整個故事的 一個構成 加上 其實他有一些 元素都很特別 例如 動漫的元素 還有音樂的 選材 其實都很混雜 幾種不同的 元素 或者 風格 聽起來 似乎都令到 觀眾的視點 都有點 不太找到 焦點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的確 我自己覺得 有點跳通 譬如音樂方面 有時候 很流行音樂的 曲風 但是有時候 他會 改編 古典音樂 譬如貝多芬 或者蕭邦 當然有些 也聽得出 他的意思 譬如蕭邦 改編了 葬禮的進行曲 因爲很多人聽見死 因為剛才我講的 原創的歌曲 他的歌詞 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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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其實也說得很白 因為他們 每個都說想殺死 主角 謝曉峰 每人都有他的理由 去殺死謝曉峰 所以 譬如剛才所說的 蕭邦 也很明顯明白 但是有時候 他又會 剛才你說的 動漫 那樣東西 我不知道 是否因為 因为那个版权,因为我看那一场,胡一华也有时候讲回,版权是返回到腾讯动漫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腾讯动漫,是一个inspiration,或者是他们那边的要求 在这个呈现上,也有些漫画,甚至是电子游戏的关键 譬如说是角色的造型,其中有个角色叫做铁开城的,就是一个组标头 我初初也看不清楚,就是看到这一部有些刺青的画在上面 是原场借木打灯,才看到原来是一个爱字来的,爱人的爱 那一看就,如果我这些,就是看开火影忍者,这一部有些人都知道 这个造型就是来自里面的我爱囊的一个动漫造型 甚至里面其中有个对白,是提及到,不是完全记得 但是他有提及到,就是不需要用三把剑的,这个角色就来自 One piece 里面用三把剑的灼锁 就是这些,我看到动漫一定知道,哦,这些就是这么直白的直入 或者他后面其实是,就是都会有个 projection 有时就会变成了,就是打机这样的样子 就是,两个人说他要打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血量瓣 慢慢扣,或者要围攻一个,就是几个,几大派的高手 去围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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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后面又是有些人物,就是那些角色 就是那些战器类游戏的那个界面去呈现出来的 就是,如果你打机,其实你一定会想象到的 不过我想Bernice,你还没见到 但是你这样形容那些V混混混,我觉得好像很 整件事很想象不到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是突破想象的一个作品 还有刚才说的,就是音乐方面 就是除了刚才有一些原创的歌曲 有改篇这个古典的,其实还有一些wrap 也是突然之间毫无欲笑的 这样他就突然有几句wrap 甚至wrap完之后呢 角色那个讲对白的方式都 you go, you go, you go, you go 那种角色,那种wrap去讲的 所以真的有点小 因为有时候呢,又会突然之间 肥子豪会练诗的 是的,因为都是小说来的,是吧?小说里面 应该是,就是他 胡欣威也有提过,有些是 direct code 就是有些对白是 direct code 和小说的 所以我相信念诗里面也是有的 是的,首先是一个武俠小说 武俠小说的改篇 但是他们天天会练诗 就是中国古典的那种风格 但是突然之间又会wrap 所以那件事是真是比较跳通的 甚至推到最后高潮位 就是两大高手 或者是英雄和英雄 对决的时候呢 就是之前其实各个人都有把剑的 就是有把道具剑的 但是最后那一幕呢 就突然之间拿那些光剑出来 在那里对打 是的 是的 那他还真是wrap out了舞台 真是见到冰冰冰冰冰 这样去打的 所以这件事就是 我会用跳通来形容 嗯 那这种方式似乎都可能 我觉得 可能在某种实验的意义上面 都有一些他的想法在那里 但是去到今时今日的剧场 其实我们香港都 很多时候都有一些机会 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 一些形式的介入 甚至是一些新的尝试 似乎听起来这种混习的方式 如果找不到一种 大家一起去进入这个探索的进路 或者是和观众对话的话 其实都很难去让观众去参与到 反而是会有一种很抽离的感觉 不知道那个美学的方向是怎么样 那这个情况似乎都可能 在今次的作品里面有出现到 我都觉得是 有时候我都适应不了 因为突然间说唱那一下 雖然说唱那一刻 那个表演是有水准的 但是突然间这样转 那个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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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了两大高手 最终终终于相遇了 就是指禁之变 两大高手对接 但是其实在诗里面说 他们说一开始打 打之前就说 两个说不会出手的 你一定会等的 等到我累了才出手 另一个说你也是没入手的 突然间说等着等着 其中一个就说 那不如我们先走走 我们先欣赏一下这个风景 我们可能其中一个就说死了 那就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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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突然间打的 那在书里面 尤其是古龙 他是比较 意境是强一点 比较远一点一点 因为他写作的风格是这样 那在书里面的呈现 因为你留了一个想像的空间 给自己 是 我会说是真的带入到 那种境界 如果 要真的 实体化在面前 在剧情舞台上的呈现 我觉得是要做多很多事情 你才能去到那个境界 令大公主进入去 那个意境 如果你不加直接召唤 我觉得是 老实说是不是很好的 是 甚至少少 会变成周星前化 突然间搞笑了 是因为很容易变成这样 就是说周星前又是这样 突然间把气氛 变成了 我估计不到 我现在这样看回 其实古龙都是用这些 文字上面那样东西 在见罰老章的时候 我们走走去山上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有什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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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k 有时候在小说 改篇 始终有一条球中是有一个想像的空间给读者 而且讀者都可以自己去请辞在这种文字的世界里面 有自己建构的一个空间和世界 在舞台上其实都很靠表演者去和导演 或者其他的设计师的元素一起去建构这个世界 有些时候真的可能未必完全可以呈现到小说里面 所以有些朋友或者有些讀者说 为什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东西呢 正正是可能未必是每个人的想象都一样 但是导演或者是作品本身在舞台上的呈现 是不是可以令到观众超越了本身观众的期望的想象呢 有些时候可能就真的创作人都需要很多的心思 或者其实是要再将小说里面的元素再提练 令到里面的文字真的可以通过舞台的这个很特别的空间 再去带一个新的体验给观众的 不论如何都是一个实验的尝试 在一个这样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三少爷的剑 多谢思恒来和我们分享这次这么实验性的三少爷的剑 我们下一集的演后评再和大家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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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